I do what I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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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I want I want Hear me now I do what I want Are you ready now? Cuz it won't be easy Only get what you work for Gotta go all out Whenever you see me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大概是重製後的趙雲 這台普重製終於上線了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個英雄唷 給他分享一下呢 這英雄重製後能不能玩 這時候重點呢 總結就是 這英雄目前還非常的尷尬唷 如果他原本是原始人的話 現在是原始人2.0 還是很遠 趙雲這英雄呢 有分成出全攻擊裝 或者出半坦裝 全攻擊裝的話呢 肯定沒有之前重製前強 重製前的話呢 他的屬性更大力喔 重製之後呢 我們的屬性被分配到其他地方 比如我們的被動還有大招 重製招運最大最大改動呢 就是我們三個技能都可以解空了 如果成功解到硬控制呢 會有兩層被動 如果解軟控制的話呢 像是緩速只有一層 最多呢可以點滿六層 點滿六層被動的時候呢 會增加一百七十四物理攻擊 還有兩百一十的射程 會變得更痛然後打更遠 不過呢 由於我們實在太過脆皮的關係喔 如果完全攻擊裝呢 是享受不到我們的被動加成的 一兩下就被秒了 所以呢 趙雲這版本比較建議出 半坦裝 如果是全攻裝的話呢 沒有之前強 那請問你呢 你覺得之前的趙雲強嗎 不強吧 之前就很下水道了 而新版出漏裝的話呢 你看看 像是有傷害減免的 大俠 還有夜叉 他們出坦裝呢 也輕易被秒掉唷 這版本的爆發太高了 何況呢我們沒有任何傷害減免 而且還是出半坦裝 再來我們也沒有位移 所以呢其實我們出半坦也 坦不太住的 但是呢為了要玩我們新技能組 還被迫要出半坦 趙雲這英雄呢 在順風或平局的時候 跟其他打野沒有太大的差異 頂多就刷野比較慢 我們沒有位移嘛 要用跑的 跑的慢 跑速是快喔 不要繞來繞去的 反你也不好反 最大最大缺點呢 是在逆風局 或者呢到對上 敵方有強勢角的大後期 如果對面呢都選 星葵啊 還有莉莉安 還有奇蘿 這種飛來飛去不可選中無敵的 我們很難追上他們 絕對呢是被 風箏成什麼一樣的 我們自己玩本號的趙雲呢 也測試了好幾場了 在順風的時候呢 或者隊友正常 有配合的時候呢 確實是可以玩 拿出來呢有種T2T3的感覺 可是呢如果是大地風 或者呢隊友很明顯的 有一兩個是不會玩的 那就非常難玩 就算呢我們數據是真的 KDA非常漂亮呢 也很難贏下來 最主要還是這 趙雲這英雄呢 被很大的限制住了 說真的呢 如果要玩趙雲 你要滿攻擊狀 要發育的話呢 那你還不如玩七秒 大風寶貝呢 都有可能會比趙雲更強一點 畢竟大風寶貝同樣 有高傷害的同時也有貪度 只是呢 大風跟我們同樣的命運呢 沒有位移 很容易被風箏 如果對面呢 位移多一點的話 就加個瞬移 還是很難追上的 所以呢我覺得這版本的趙雲 上S呢絕對是沒問題的 還可以學學打野的觀念 那應該也算是一個新手英雄了 順帶一提呢 王者也有 王者的趙雲呢 我們指的是這個趙雲 競爭組呢跟我們是一樣的 會比我們這邊的強一點喔 再來呢野怪也會觸發被動喔 被野怪打的話也會疊我們被動 而他傳說則不愧了 這場呢有夜叉 所以呢我們的鞋子是改出物防鞋的 再來呢有需要的話我們也會提前來翻一下 對面夜叉的暴風呢這種物理攻擊很高的英雄 我們就要出這種物防裝喔 如果出全攻擊裝呢是打不過越差的 他只要傷害減免 擋掉我們的傷害呢我們絕對沒有 出坦裝的話呢就可以比續航力了 我們的二技能呢如果命中目標的話 還會有獅子怕的吸血 跟兩牌怕的攻速 續航呢是還可以的 只是呢我們會怕拒魂路喔 這裡呢有一個美娜 趙瑜呢是天克美娜的 我們有點像 凱格露斯跟 洛克 如果對面有很多控制英雄呢 可以選趙瑜出來嗑他們 控制型英雄呢只是給我們免費的被動的 像是薩尼啊 美娜啊 古墨啊 都不錯 如果呢這版本只有控制型英雄 那確實趙瑜還挺強 但問題是呢目前的強勢角都是 為一家不可選中唷 像我們剛剛說的莉莉安喔 星葵啊 綺蘿啊 等等的 我們玩坦裝完下來呢 成功疊出被動的時候傷害還是夠的 如果有疊出被動呢 可以貼著對面的射手 走位 把他黏死 可是呢如果沒疊出被動的話 我們的傷害很明顯的不夠唷 如果出攻擊裝的話呢 現在的攻擊裝也不能夠 瞬間秒射手的 就算我們蹲到射手的話 就算我們使用一技能呢 普攻二技能強化 然後大招開下去呢 對面射手只要在我們大招結束的時候 瞬移走 就可以活下來 一套打下去呢 只能把對面打殘了 基本上呢我們玩招雲經濟都很高 我們只是在 經濟很高的形容之下呢 也很難順秒射手 如果對面會玩的話 同等經濟的話呢 比如像克尼納凱喔 還是星葵喔 只要踩到就是秒殺 趙雲的話呢則無法 可以讓對面跑掉 雖然全攻擊裝的效率呢 爆發的上限也沒那麼高 導致呢趙雲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出半坦 會比較好一點 吃凱撒的話呢 就比較難觸發被動了 他要到最後階段才會暈眩 不過呢吃魔神凱撒倒挺好用的 魔神凱撒選讓殘的時候呢 會連續擊飛喔 這樣子呢我們今天就可以全開 也讓我們搶魔神凱撒手 對比其他打野呢會有點優勢 十分鐘左右呢我們盡快結束喔 不要拖 拖久一點呢贏不了了 大後期的話呢 由於我們 沒有位移也沒有免傷 大後期對面傷害都很高的話 我們也是會被秒的 那以上呢是帶來趕往後的趙雲 補救趙雲的技能組呢 雖然多了解控 如果玩半坦裝的話呢 有更高的可玩性 可是呢他整體的技能組 還是非常的原始人 那最後呢我是尚恩 感謝你的收看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